本来急着去机场 结果车子偏偏抛锚了 他把停车场出口堵住了 现在距离起飞还有三个小时 我赶紧下车检查了一下 车胎破了一个大洞 就是这里 我为了让那辆车 人家压到这个脚了 为了不挡着后面的车子 我尝试着把车往前挪了一点 如果快一点 应该还能赶得上飞机 又在马路上找了很久 都没看到能换轮胎的修理店 于是我在导航上找了一家店 并打电话过去 等了一会儿来了两个修车师傅 检查了半天跟我说 要到店里去更换 我只能跟着他们来到了这家维修店 跟老板沟通了 还要等一会儿轮胎才能送过来 一个小时后 被迫改签机票 两个小时后 哎 还要等多久啊 算了 先上梦幻西游手游 看看我的新宠物 最近游戏更新上线了三个新宠物 我心里的古蕊夫人 富白貌美 且有复活主人的能力 搭配花果山的暴力输出 简直横着走啊 点左下角就能领 今天一早就被店老板叫醒 哦 红标到了是吧 因为他们没有换这种轮胎的工具 四个师傅用了一个半小时 总算把轮胎换掉了 花了我七百大雅 眼看着又要开始下雨了 我准备直接去机场等着 以免再发生什么妖蛾子